据说他们这个领域里边 还有一些专属化学领域的一些情话 是我们不了解的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钠和水反应 生成氢化钠和氢气 然后因为钠它是一种 比较活跃的一个物质 为了保存它一直在这个 煤油中去保存 然后它可能就 在实验室孤孤单单的 一直在沉浸下去 但是一旦它当遇到这个水的时候 它会剧烈的反应 如果水中再加入一个粉 太容易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红色的一个液体 因为我们这样说 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 就是这样 我是没有理的 那你是平淡无奇的水 但是我们相遇 就是生命里最灿烂的样子 这两句话就是一个剧本 是不是 赵美文 我是钢琴专业 然后我们钢琴 就是有两句土微情话 第一句是 从主和弦开始 我就确定了你 无论旋律怎样发展 最后我还是会回归于你 第二句是 钢琴上的黑白剑 是我对你弹不尽的思念 好土 但是好上口 23号 像生物专案的话 其实也有一句土话 就是如果你是抗原 那我便是抗体 你被我特意性识别 我今生非你莫属 我 我今生非你莫属 我感觉这些 他们说过的句子 值得我去珍藏 就是我也回去之后 把它记录在 我那个小粉红帐 他的小作文又延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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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